这个物资的这个紧缺程度 真的出乎我们的一个意料 客户都不能够恢复正常生产 今年春节 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太平 可以说现在我们的一个 磕缓状态 营销活动都停止了 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分钱的心机 客户全面的停列了 能扛得过这个战役吗 我们能活得下去吗 我们的工作保得住吗 不太想去做线下媒介这件事情 一直都不太想 那这个生意发生 第一个对我的挑战就是 我必须打破传统 我必须去接受变革 我们从大年初二开始 就开始紧急开发平安打卡的功能 是对我们全体员工的 生存能力的一步更正的考验 深刻的拥抱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尝试几次这种先生的直播 客户行业未来还是要更多元 我们也在尝试着一些 这个新型的B2C的这样的业务 要让父母的孩子跟家长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陪伴 专门成立了远程诊疗和服务团队 像一个更加线上化、数字化、 权德化的这么一个业务去发展 危机有危有机 风险总是以机密相反而生亡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既来之则打之 第一次尝试用远程来进行会议 来进行交流 效果非常不错 线下的一个实体的消费和体验 转变成了线上的一个销售的模式 店内服务现在也转为线上的服务 包括我们线上这个售卖 这个告知都会有这个线上的统一品宣了 线上直播带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客户可能对数字化这一块接受度会比例外更高 有一些以前面对面办公过程度忽略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每一个团队忽略成员变成一个媒介去为主约打call 各个这个公司的全体人员都在微信上全员做销售 短短的两三周的时间 我们的远程商务APP和小程序就出来了 武汉的这个大数据的一线防空系统 是转变成了整体的这个负责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更愿意去发挥好我们的一个使命和价值 那经过了一周的测试以后呢 反馈还是不错 大家还是非常欢迎的效果非常好 一旦得了很大的惊喜 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用时间经常来呢做深度的思考 为监装们打下了好好的基础 在相比于企业的业绩 我们更关注的是员工 让他在这里能够安心的一个工作 工个人的防护安全 我们必须要放在第一位的起座 我们第一点强调的是安全 每天也只是1点到5点 才到公司进行一个当面的处理 公司的安全和健康 始终是我们的最高原理 吃饭开会或者一些情况下的话 我们还是保持在间隔1.5米 众人世才火焰高 2020年未来日期 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能用最短的时间 把我们逝去的幻想者捂回来 风雪过后 你将春暖花开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我相信的冬天总会过去 疫情所有的一天会结束 春天的角度谁也挡不住 戴下口罩来说 我很好 你还好吧 大家好 我是主业的一名小伙伴 是英英小神童的 明同事 这里是雷明明科 辅工的第一期 正式复工 美梦传美 我们复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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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天津处角 我们一直在战斗 独逐场景的员工 我们终于复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